电视剧《独孤皇后》中 虽然讲述的是独孤家的小女儿 独孤家罗如何成为 名阳天下的独孤皇后的故事 但是故事的主线却是大洲的语文家族 在经历了三人语文家族的皇帝后 阳间才登上帝位 才有了名阳天下的独孤皇后的故事 在独孤皇后中 有四个皇帝 下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 竟显大哥范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 竟显大哥范 语文玉前永辰 前永辰饰演的语文玉 一开始的时候也经历了无能的几年 不管是朝中事务 还是自己的后宫生活 都被宇文户干涉着 可是在经历了自己的皇后被宇文户逼死后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无能下去了 开始筹谋规划 虽然最后还是没能逃过宇文户的陷害 可是至少她努力过 还让宇文户吃了大亏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 竟显大哥范 穿着皇帝装的宇文玉 看起来文质冰冰的 很是温暖 而穿上西装的前永辰 依然是文质冰冰的 看起来依然很温暖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竟显大哥范 宇文雍七姬 七姬饰演的宇文雍 是北周五帝 宇文玉去世后她继承了皇位 其实一开始 她是不愿当皇帝的 因为有宇文户在 她一直忌惮着宇文户 可是登上皇位后 在杨坚和加罗的帮助下 她除掉了宇文户 自己却变得冷酷多疑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竟显大哥范 妻姬在剧中的皇帝装 看起来很是高贵 而且她冷峻的脸庞 还是很像一个皇帝的 而穿上西装的妻姬 看起来十分的帅气 比宇文雍要帅多了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竟显大哥范 杨坚陈晓 陈晓饰演的杨坚 是大隋的开国皇帝 杨坚和加罗 是一对模范夫妻 在最艰苦的时候 两人不离不弃 相互扶持 感动了许多人 虽然在后期 杨坚做了错事伤了加罗的心 但是曾经的美好却怎么都摸不去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竟显大哥范阳坚当上皇帝的时候 一袭黑色衣袍 很有神秘的意味 而卸下胡子 穿上西装的陈晓 显得十分帅气 阳光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竟显大哥范 宇文雲王兴宇 王兴宇饰演的宇文雲 是剧中最无能的皇帝了 他是宇文雍的儿子 可是却因为被阿什纳送养大 从小是不入正夜 只知道吃喝玩乐 而当上皇帝后 无人能管的他 更是淫荡无比 朝中事物一窍不通 真的是剧中最无能皇帝啊 独孤皇后中四位皇帝的西装比对 最无能皇帝穿上西装 竟显大哥范穿着黄袍的宇文雲 虽然富贵竟显 但是胖乎乎的样子 还是显得很无能的样子 但是穿上西装的王兴宇 戴上墨镜 像个大哥一样 十分的霸气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不认逸 黄金志强 歹 det 房子 1000 道 周